是由资深媒体人《芝加哥时报》主编李祝华所带来的最新时事观点评论 李祝华观点 战火不息 乌克兰抗俄意志需欧美加持 俄罗斯入侵攻打乌克兰已经整整超过两个月了 两国谈谈打打 打打谈谈 双方时而须与猥慑 时而声张势力 使一场原本实力根本不对称的战争 至今为止任未结束 从战争的胜败角度来看 俄罗斯实则已输掉了战役 而乌克兰之所以能支撑到现在 立于不败之地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有一位抗俄意志 坚强无比的总统泽伦斯基 如果没有他坚定的抗俄斗志 乌克兰早就垮台 而成为普京的禁锢 所以我们必须要对他敬畏三分 许多人说 泽伦斯基是一位演员背景出身 他当初应在戏剧里饰演总统 后来幸运地当上了总统 所以他并不能真正担当总统的重大责任 他现在的言行十足像是在演总统 而不是真正的在做总统 对于这样的认知和观点 我非常不以为然 这是对泽伦斯基非常不公平 也不公道地评判 许多人不能将心比心 设身处地地去为泽伦斯基想想 他现在是处在什么样的境地 在面临国破家亡的险恶环境中 他还有心情演戏吗 毫无疑问的是 泽伦斯基是乌克兰不败之主因 不过如没有欧美国家支持 与资助他 这场战争早就结束了 所以泽伦斯基迫切地需要 我们伸出援手 我们必须帮助他 让乌克兰赢得胜利 让普京失败而收手 现在俄罗斯因为无法强占基辅 所以把战斗力转向了乌东工业区 顿巴斯 一波又一波血腥的进攻和恐怖屠杀 也让俄军的残暴深刻烙印在世人心中 普京已经把俄军在斯巴顿胜利的日子 定在了5月9日 那是俄罗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击败纳粹德国的神圣纪念日 也是在所有俄罗斯节日中 最受俄人尊敬的节日 普京显然想利用这一天 作为他攻打乌克兰的胜利纪念日 以让他在克里姆林宫耀武扬威的庆祝 并在红场举行圣大阅兵式 以展现他的军力 所以我们不应让他得逞 现在乌克兰人已表明了他们将不惜一切代价保卫自己的国家 美国和北约也誓言将与乌克兰站在一起 我们要让俄罗斯知道 这个世界是容纳不下穷兵前五的国家 以武力进犯 其他国家是不公道的 也不可接受的 而且最后一定要付出沉重的代价